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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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是自然的 外国也不需要说什么立场 因为有些事情 超越了个人能力的范围 个人能力有限 只有国家较强大 我们才有底气去做成功的一件事 继续由我如飞 和大家一起走访沉默大多数 他是霍永强 他确信 越是冷静理性去看事物 便会知道外国是理所当然的 反而 他对部分香港人 抗拒中央感到奇怪 我觉得外国不需要 再分什么立场 或者视它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这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尤其是很多时候 我和其他国家的朋友 聊天上来 他都觉得香港人抗中 是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我们为什么要持有一个 这么特殊 这么曖昧 这么抗拒的态度 有些人 会在国家发展得很好的时候 才敢相信国家 热爱国家 但是霍永强 在1980年代 国家发展表面看来 未必尽如人意的情况下 就踏足神州大地 他洞察 和深深感受到 内地知识分子 渴求知识 贡献国家的团火 令他确信 中国未来是有希望的 我1984年去大陆 去天津 去卖电脑网卡 但不是今时今日的 只是普通的电脑网络 但是对于内地来说 这是一个新的产品 南海大学副校长 来和我聊天的时候 说一说一说 他说 你不如这样吧 你和我的学生 说一下有关于电脑网络的情况 结果 翌日 真的要说的时候 原来真的要说了一个讲座 而面对的就是六七百人 他们对于 渴求知识 或者对于科技的一个追求 其实那个意向很浓烈 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 是有希望的 国家富强 不可能一步到位 霍永强认为 破坏容易 建设难 因此 他选择用同理心 去面对争议和矛盾 如果你说中国不好 很容易 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 走回三四十年前 我刚刚去到中国的时候去看 当时中国真的是一个很窮困 还是一个很落后的环境 有现在的情况 你可以觉得 他的自豪 又或者他现在的兴奋 又一个自己的信心 是理所当然的 就是这伙同理心 驱使霍永强 加入推广中华文化的行列 承担姚中研文化馆的一些项目 我记得当时参与去准备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特意用了不少多媒体的效果 到底我们希望用这个地方 如何推动中华文化 透过一段十多分钟的片 去认识整个活动的核心内容 因为见证和感受国家发展的过程 霍永强体会到 国家强大 文化深厚 是什么一回事 今集到此为止 下集继续走访沉默大多数